连续17年举办中秋关怀爱在淡水 由十一会五党联盟总召蔡景贤担任理事长的社团法轮 新北市淡水区关怀弱势协会 结合地方三星人士企业团体等等 在这个月的8号 于淡水老字广场举办发放物资活动 赞助淡水三支巴黎石门的弱势家户 现场发放证据金2500元以及各项的民生物资 共有744户受惠 而这也是协会团队连续17年 在中秋节发放物资给弱势民众 我这边的遗传比公司更多 比公司更多 这都自己说的 我这首是我的朋友 是我那里共同出籍出籍的出籍才行 关怀金的像爆扩了淡水的独居长者 身心障碍者 担心家庭以及低收入户 还有弱势家庭 关怀金从原本的1500元加码 到了2500元以及爱心月饼 柚子以及爱心物资箱等等 同时活动还特别目击了500个背包 提供弱势民众自行索取 另外也有举办议诊 议检活动 帮助弱势家庭 环庆佳节 共加会744户的弱势家户 总共1000多人 在我们今天中秋节即将要来到的之前 我们淡水关怀弱势协会 对于我们所有的一个弱势团体 还有民众的一个部分 由我们蔡景贤理事长这边 整合了非常多的社会资源 那除了每一个这个人 他有2500块的关怀弱势金之外 那还有这个柚子 还有米 还有各项的等等的物资 那我们重点就是希望说 在我们政府的这个资源有限的情形下 我们看到了整个社会的一个力量 大家整合起来 现场还有淡水马街医院进行的议诊活动 照顾弱势家庭的健康状况 另外也有美法业者提供的议检活动 而新北市副市长也表示 淡水区关怀弱势协会 每年举办三节关怀活动 服务从不停歇 集合资源与善款每年多达1000多万元 获得新北市政府颁发 公益团体最高的荣誉 最佳领航奉献奖的殊荣 是公司合作的典范 期盼有更多在地公益社团站出来 共襄胜举 让更多弱势租群 可以得到照顾以及关怀 记得喜欢淡水采访不到 给大家发行 哎呀